主持 朱丹 欢迎大家回来CHATS 和你CHATS 第二个环节 刚才与借议员谈过建筑差量都市规划 与原件界人材称黄不自买问题 其实跟着我想谈 我想借议员Tony也有很多见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香港的房屋问题 香港的房屋问题 你知道这么多年 轮后时间有长 又很难上楼 你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 有没有建议或者解决方案 其实大家要首先问自己的问题 或者政府都问问题 为什么轮后时间这么长呢 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轮后的人很多 第二就是说供应很少 千说前者 为什么轮后的人这么多呢 其实我们国家经常说灭贫 为什么要轮后公屋呢 就是说要政府很大量的补贴 有关的家庭 然后他才可以住到一个大家觉得都可以接受的居住单位 那就是说呢 那就是说呢 贫富悬殊的问题 越建越多这些 出租公屋呢 就是说这方面呢 失败了 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譬如现在80万 80万家庭需要 政府大量的资助他 然后才住到一个大家认可的 或者可以接受的居住单位 如果你一路增加 去到100万 就是代表你三百多万家庭 越来越多人呢 就找不到 就是可以令到他自己 是有能力 在私人市场租或者买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叫做国家的灭贫呢 一路做做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香港这方面呢 是不是失败呢 这个第一个要考虑 就是轮后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说呢 找不到食 或者自己 不可以赚到一个 薪水 可以帮到自己 在私人市场 是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居住单位呢 那这样东西就是 大家讲 就是怎样令到这班人呢 它是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能力 从而呢 是付出了一些时间 和各方面的 一个工作呢 而得到一个合理的薪金 刚才讲到这个问题 要吸引 吸引就要有价值的嘛 那这个价值如何提升价值 过去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似乎那个效果出来呢 暂时看到呢 就说越来越多人轮后 第二个供应问题了 供应问题是两方面考虑 你供应少 就算这些队一路 就是人数少了 你再供应 更加少得更加 自然的轮后时间更加长了 是吧 另外就是那个质素问题 因为质素不断提升的时候呢 是变成了些人觉得 咦不是喔 我的工业防空更好 自己辛苦苦 可能工作时间长 又不断受老板气 这样 然后呢 就是供一个单位 或者租一个单位 那不如这样吧 就是现在轻的那个说 躺平了 不如我做少几天了 你们又做五天 六天 我不如做两天三天 那人工当然少些了 不要紧要了 我进去住到公园房屋 我家轻松很多 租金 两千元左右 或者一千多元 你在外面 说一万多元 是吧 那你从这方面来说 就是鼓励别人 就是靠政府了 那这样东西 那个上流的动力呢 就不断减少了 那我们说所谓的 产生的这方面呢 就不断在这里萎缩 那你的建设力就差了 那所以其实房屋的政策呢 就是影响了 不单止是 刚才你说的 轮后时间长短 政府需要建设多少个单位等等 其实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民心问题 影响为深远 所以现在他说过度性房屋 减少公屋 其中带来的一个社会的效益 如果早一日改善 那个居住环境的时候 对新一代的 影响为一天的问题 可能那个时间很深远 所以现在政府在这里大力推 希望用最快的速度 令到现在住在不適切的住房 环境很差的人 早一日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居住单位 它带来的价值不是单单 就是现在目前的 它是对社会有长远的影响的 谢议员 刚才你曾经也有说过 公屋的轮后时间长 也有触碰一点点 会不会在私人楼方面 都比较难购买呢 是否都是比较贵了些呢 这方面你又怎样看呢 贵和便宜就是看你的经济因素 是否负担得起 我记得我入 我作为议员的第一个议员的议案 我就说 是否政府应计定 即要订一些人均居住的面积的目标 即目标 你几时多少年 可以达到多少 第一 第二 我们一般家庭的收入 摆百分之多少 是用在居住的 你都要订个目标 当年我提出 政府就说 我现在都不够单位 你还说什么 所谓这方面的面积呢 人均居住面积呢 这个我在这里来说 可以批评是没有软件 因为我不是叫你明天做 你自己订 你说面包面粉 你都不知道人家要吃多少个面包 你怎么可以制造多少面粉呢 当年他人均居住 即我说私人的楼宇 他是没有数据的 直到16年 即他开始就有了 就有了 这件事是不是 其实对于整件事的掌握来说 作为政府 在一个大的政策里面 根本没有想过 你只是说 不够单位便建更多 市场觉得楼价格低的时候 我便供应少一点 这就被人说 你不是高地政策 令到楼价高 所以刚才 好像Chester说 喂 我们负不负担得起 如果我们每个人赚10万元一个月 现在可能也没有问题 现在的楼价 但现在不是 所以楼价为什么这么高 就是供求的问题 我们是向外形的经济 那个需求不是单止市民要来居住 还有投资 是的 或者我们以前说的炒卖 这方面 所以那时候政府推荐一些所谓 只是倾斜比干性的需求 有些是居住一定要的 所以说需求的管理 有很多所谓大家的辣椒 出了 辣椒本来短暂的 希望争取一些时间 可以快点提升供应 用我们市场经济的 供求问题 令到造价方面 不要急升 或者在这里平稳一点 甚至如果稍微回落 不影响大围的经济 其实都应该可以接受 当然楼价如果升了之后 大家虽然不是卖你要住 但是如果下跌 大家市民都会有些 哎呀心肯是不舒服的 当然了 那这些呢 楼价越高的时候 泡沫的爆破 机会越大 但是市民 一般来说 如果有楼的人 就不要緊 没有楼的人 就觉得 哇 我需要那么努力 我努力 越来越离开我的理想 越来越好 我想存钱 去买楼 原来我存了10万的时候 楼价升了30万 那我为什么这么努力呢 所以令到那些年轻人 看不到前景 看不到目标 这方面呢 动力减少 这个对社会来说 是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是的 那很多谢谢议员 因为呢 接下来就去广告了 下一节我们回来 再和谢议员再谈其他题 谢谢